凯文局27日12时20分许借后报案 原市中正路一家贩售军警用品店的店家 发生老板招人攻击的案件 经警方调阅间事件影响 以车追人 于当日13时30分许 寻现在头乌箱一间超商内 将涉嫌犯案的无姓男子查后到案 初步调查 无难细阴与店家有消费纠纷 于27日蒙面变装 并将机车号牌变照后 前往店家对被害人喷洒辣椒水 及持狼头攻击报复 随后驾驶机车逃逸 遭攻击的阳性店主 头部失业伤 救医后与返家休养 无难的详细犯案动机 得需调查理清 全案一杀人未遂 及未照特种文书等罪嫌 移送台湾苗列地方检察署侦办